我們來看到的是華航CI782航班 昨天從越南的胡志明市原定要飛返臺北 但是受到了颱風的影響是三次嘗試降落都失敗 最後是改降落高雄 但是沒想到商務艙就有旅客因而不滿大暴走 就有地勤人員是上機之後是不得已跪地道歉 而畫面曝光之後 民進黨的桃園市議員黃瓊惠是覺得難過又生氣 認為這種情況應該要體諒吧 亂發脾氣的奧K 應該被航空公司列為永久的黑名單 而我們知道康瑞颱風不只影響了通勤的道路 空重交通也大亂 桃園機場昨天是出現了強勁的風勢 新宇航空一架搬機在傍晚五點多準備降落的時候 就出現了海豚跳的嚴重狀況 機場是立刻拉起重飛 最後在晚間的六點多才成功降落 那麼當時機上的旅客全嚇壞了 直言就像是在做大怒事 飛機準備降落跑道就在接近地面時 飛機出現了強烈的晃動 疑似接觸到了地面後 還軟跳了幾下 當下飛機立刻拉起重飛 乘客直言很是驚險 這家新宇航空JX871班機 從雙神飛往桃園機場 晚間五點嘗試降落05右跑道 卻受到颱風康瑞強勁側風影響 導致降落困難 機長執行重飛後盤旋了十多分鐘 到了傍晚六點零三分才安全降落 坐地的時候馬上又起飛 就沒有成功 然後就覺得有點緊 機上的其他的小孩有人吐 然後又有人在哭這樣 你就是默默練之後 希望可以順利 飛機從大概一千公里下降之後 就開始還蠻晃動還蠻大 晃的程度有點像大怒神這樣子 就蠻可怕的 新宇航空回應機上 組員及旅客均平安降落後 也進行了初步的檢查 萬關正常並未有觸地的痕跡 並且也主動通報了主管機關 進行調查中 不過不只新宇航空 其餘多架班機 也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原本預計抵達桃園機場 接轉降香港 康瑞颱風席台 對搭機旅客來說 不只體驗驚險一瞬間 航班變動恐怕也打亂了 原定行程 三日新聞節目中 主持人頭報道